上一世 我和贾千金一起被绑架 亲生父母 五个亲哥哥 还有亲微竹马的男朋友 都选了先救贾千金 我被撕跳而死 重生归来 和父母扎哥断绝关系 和亲微竹马男朋友分手 我不伺候了 为了活命 我不得不卷变娱乐圈 正文开始 听到敲门声 一微微起身去开 打开就见季灵站在门口 季隐帝 有什么事吗 季灵朝房间里面看了看 我找言下 言下起身走过来 什么事 季灵道 印上土下卸止不住 他想见一见你 言下挑眉 他又不是要归西了 临终有一言 见我干嘛 季灵一脸错愕的看着言下 你怎么能这么说 顾叶玉可是言下的亲哥 他现在竟这么冷情 言下冷淡地道 不然呢 我对见他没兴趣 就这样吧 说完他就伸手要去关门 本视频有一点长 苏苏先给大家送祝福 愿各位朋友 发财备爱 好运常在 发个弹幕点个赞 早日报复报美 季灵快速推着门 言下 不管以前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叶玉说你能找到药 他就会真的很难受 你就帮帮他吧 言下冷笑道 这天都黑了 你们要让我现在去山上找药 不说能能看得清楚 这么晚的我上山 除了是你们负责 在你们心里 我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季灵看着言下 越来越冷的眼神 正了正 他急忙摇头 不 我们没有这么想 你的本事 我是知道的 而且我会陪着你去 这样也能 缓解下他们的关系 他又道 下下 你就忍心看他一晚都要受上土下泄的折磨 顾叶玉吐得快受不了了 想找言下帮忙熬药 但又拉不下脸 再次找他 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找言下 帮顾叶玉的意思外 他也想确定下 言下对清歌还有没有感情 他内心是担心和害怕 言下真的个绝情的 言下一脸认真的道 我有什么不忍心的 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 身体不舒服 就去看医生 我不会出手的 村里有卫生所 你们可以送他去看看 说完他用力将能关上 将有点猛的季灵关在门外 季灵没想到 言下竞争对顾叶玉不管不顾 现在确实已经天黑 但以言下的能力 想要去山上采药来熬 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他却不愿意 他内心有些慌了 对顾叶玉这个清歌都这样 对他这个前男友呢 言下真的很下心来 不要他们了 季灵站在房间门口 想要再敲门 但他却知道言下的性子 他不乐意做的事 谁都逼迫不了他 于是只能转身 回到他们住的房间 顾叶玉脸色白发 抱着肚子躺在床上 见季灵进来 他急忙问 言下怎么说 季灵摇摇头 他说他不会管 顾叶玉脸上露出满满的失望之色 更是深吸一口气 我都这样了 他居然能忍心不管 一时间他整个人都觉得有些难受 季灵踏口气 我觉得他这次是认真的 他是真决定和你们断绝关系了 顾叶玉脸脸纯 就为了那么些小事 他质疑吗 我们也没有苛待他呀 对亲妹妹能被找到带回来 他心里是高兴的 这一年多来 他和言下的关系走得比较近 他对他挺惯着的 他知道妹妹是在意他们的 可现在他对他的兄妹感情 真说不要就不要了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季灵看到顾叶玉的失望和接受不了的神色 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 忍不住想 如果是自己上土下泻 需要去山里找药熬 言下会管吗 之前他笃定言下不会放弃自己 可现在却突然有点不确定了 顾叶玉又开始难受起来 冲出去继续吐 等他吐回来 季灵建议 我让导演组的人 送你去村里的诊所看看吧 这时 顾叶玉断了一杯热水走进来 是啊 哥 我送你去村诊所看看 他知道 季灵去找言下帮忙挖药 因为不好出口阻止 否则像是他不愿意哥哥被治好一样 但内心却并不希望眼下出手 果然 那个女人现在心狠起来 根本不管五哥了 这样五哥 也不用再惦记了吧 顾叶玉实在难受 只能点头同意 节目组的人很快过来 将他送去了村卫生所打掉针 顾叶玉看着顾叶玉道 哥 我在这里守着你吧 顾叶玉摇头 不用 你今天累了一天 回去好好休息 顾叶玉面带担心的说 可我不放心你 顾叶玉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有节目组的人在 我没事的 你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才有精神直播 顾叶玉本来就不想留下 这里充斥着一股廉价的消毒液的味道 他闻着不舒服 而且累了一天 他也想好好睡一觉 只是面上却不能就直接走了 才假装说留下来 因为他知道哥哥心疼自己 舍不得让他留下 等他说完 这才像是勉为其难的道 好吧 那我先回去 你有什么事 就给我打电话 顾叶玉点头 好 顾叶玉伸手为他噎了噎被子 哥哥晚安 顾叶玉扯出个勉强的笑容 悠悠晚安 看着顾叶玉离开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顾叶玉心里却想 如果没有闹药断绝关系 今天换成延下的话 他是不是会坚定的留下来守着自己 一闭眼就忍不住想起之前 他肠胃不太好 有几次也上足下歇 延下却推了工作 请假陪在身边照顾他 还会特意为他熬药和熬粥 更会叮嘱 让他不要再吃寒凉的东西 要好好按时吃饭 更甚至那段时间 他还会每天做好饭送到公司给他吃 他当时内心是很享受 妹妹的关心照顾和送饭的 不过那会 偶尔还会有些不耐烦 说他干嘛要管着他 现在却忍不住无比的怀念 孤零零的在这里打掉针 顾叶玉整个人都有些脆弱 同时在想 悠悠真有那么关心他这个哥哥吗 明明知道他早上吃饺子拉肚子了 晚饭还加了那么多腥味重的鱼给他 他真是无心的 还是认定他不会拒绝 顾叶玉接着摇摇头 觉得不能再想下去了 不断的在心里告诉自己 悠悠那么善良 肯定不会是故意的 第二天 沿下包了粥 做了鸡蛋饼 另一组 顾叶玉不小心起碗了 所以没有做早餐 他们准备去帮工那家吃 顾叶玉昨晚打了吊针 今天已经不再上土下鞋 不过整个人却无精打采 双腿发软 气色也不好 因此季灵提出 让他就在院子里休息 顾叶玉撑着起来送三人出门 然后就看到沿下这一组的人 正在喝粥吃饼 实现三人还吃得一脸满足 他原本没有胃口 可闻到粥和鸡蛋饼的香味 瞬间觉得饿了 只是眼下就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更别说邀请他一起吃了 这会他心里更难受 也突然想起来 悠悠他们去村民家吃早餐 那他怎么办呢 顿时整个人都有点失落和丧 让粉丝们开得心疼的不行 眼下抬头看了一眼顾叶玉 心里再次骂了一句活该 顾叶玉已经习惯性 享受顾家父母和几个哥哥的宠爱 基本都是在得到而不是付出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下意识忽略他们 今早顾叶玉估计都没想起来 他们出去能吃早餐 顾叶玉就只能饿肚子了 不过顾叶玉的失落和他无关 他现在才不会为他操心 时席眼看到顾叶玉这模样 开口问 叶鼎流 你宝贝妹妹没有为你准备早餐 又故意道 你昨晚上土下蟹一夜 还去了村折所打点滴 他就没有为你熬点粥 昨晚你打点滴 他也没有陪你吧 顾叶玉批了时席眼一眼 我自己没胃口 怎么扎心怎么来 这家伙越来越讨厌了 时席眼意味深长地道 没胃口 也应该喝点粥养养胃 你为了你妹妹吃得上土下蟹 他却丢下你不管 你们还真是雄美情深 眼下在顾家的时候 肯定没少受那个顾叶玉的气 之前还被鱼粉骂 现在他就故意挑明了 看顾叶玉的提醒小仙女人设还怎么立 看鱼粉会不会觉得隔应 顾叶玉脸上的神色降了僵 听到时席眼这么说 他也忍不住想 悠悠为什么不帮自己熬点粥 真是忘记了 还是对他这个哥哥根本就不上心 以前他胃痛的时候 他瞪了瞪时席眼 都说是我没胃口了 然后他快步离开院子回了房间 怕时席眼在扎心 鱼脸色好差 叶玉居然不给他熬粥 昨晚鱼蜜去村卫生所打点滴 叶玉也没有陪着 鱼蜜可是为了吃他做的菜 才胃病犯了上土下蟹的 他怎么能这样 我对叶玉好失望 每次都是鱼蜜付出 就没见他对鱼蜜有多好 是啊 鱼蜜那么宠他 他就是这样回报的 太自私了吧 鱼蜜因为失心眼的话 对顾叶玉生出了极大的不满 特别是看着顾叶玉 憔悴苍白的模样 更是心疼死了 另一边 顾叶玉三人 去帮一户人家打包蔬菜 去了农户家 顾叶玉他们提出 想要买早餐 对方没要钱 就给他们煮了面 吃人热腾腾 味道还不错的面 宋依贤想哭了 以前换成这样的环境 和这样的面 他肯定很嫌弃 现在却觉得 终于能吃口正常的食物了 他是怕了顾叶玉 他心思一转 顾叶玉在镜头面前 看着顾叶玉 我们出来了 也不知道叶老师在院子里吃什么 咱们要不要请主人家煮一碗面 送去给他吃 听到这话 顾叶玉才反应过来 他居然忘记 给哥哥准备早餐了 因为在家都有佣人准备 他昨天累坏了 今早睡过头 只想着 今天要怎么在大活的时候 好好表现 就忽略了哥哥 心里暗骂宋依贤多嘴 面上却一副 我知道的模样道 我哥之前在家 只要上土下谢过 第二天早上就不会吃东西 吃进去又会吐出来 面就不用送了 他要是吃了继续吐 更难受 等中午的时候 我请主人家帮忙熬点粥 给他送过去 这自然是找借口 来弥补自己忘记的事 否则他可能会被观看直播的鱼粉骂 宋依贤听他这个说 并不是很相信 只是也不好再揪着不放 好吧 院子里 严夏他们今天和医护村民 约了去帮忙古法榨山茶油 吃完早餐 收拾好 他们就准备出门 严夏在出门的时候 他对导演建议 夜顶流这样的情况 不吃东西不行 你们熬点粥 给他垫垫肚子吧 他倒不是关心顾叶玉 而是故意要和顾叶玉形成对比 以顾叶玉的性格 要是有人提起早餐的时候 肯定会找借口 说顾叶玉吃下去还会吐 那他就揭穿对方的谎言 导演也不敢让顾叶玉这个顶流出事 好的 接着安排助理去熬粥 等粥熬好 导演助理送到房间给顾叶玉 他这回又难受又饿 看到小米粥接过来就吃了 还吃了两小碗 也没有继续上土下泻 听助理说 是严夏离开时建议他们熬的粥 顾叶玉一时间 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原来在难受的时候 他还是很渴望被人关心的 他忍不住生出几顿希望 严夏让节目组为他熬粥 是不是心里还有他这个哥哥 吃完粥 顾叶玉吃了药 就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并没有再上土下泻 这也让看直播的观众 对顾叶玉的印象更差 他之前明明是忘记为 清歌熬粥 关心哥哥的身体 为了找借口掩饰 还拒绝了宋艺前提出的送面建议 往他哥哥那么宠他 看夜顶流的样子 明明就是饿了 否则也不会喝两碗 而且吃下去之后 也并没有不良的反应 反而喝下粥去垫了肚子 才好吃药 鱼粉对顾叶玉的喜欢 也刷刷刷的掉了很多 对他的所作所为隔音起来 他对清哥哥的关心 还不如一直和顾叶玉针锋相对的言下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只是鱼粉对顾叶玉 生出更多的不满 还在评论里发泄了出来 看直播的顾母 也少有的对顾叶玉生出私不满 特别是在有言下的对比下 又看了评论弹幕 他不由得想 难道这就是亲妹妹和养妹妹的区别 言下四人去了一户约好的蒙户家 帮着古法炸油 直播间里很多观众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炸油的 言下和音微微帮着蒸茶子粉 苏锦和石熙眼帮着打胎饼 最后两人轮流帮着用推动撞干撞击真干 就像撞中那样 一时间 无论是是个明星 还是观众都觉得挺有趣 浓厚的主人石老四 和四人一边干活一边闲聊起来 苏锦问 你们这些山茶油好卖吗 石老四笑着说 还行吧 拉去镇上卖 就赚个辛苦费 他找话题问 你们吃过山茶油吗 知不知道山茶油的好处 苏锦三人都摇摇头 没吃过 也不太清楚好处 言下则道 山茶油吃着有一股纯香味 营养成分很高 素有东方橄榄油的称号 还说了 山茶油用于凉拌 热炒 煎炸 烘烤和汤菜时的用途和味道 接着他又道 除了用来食用 山茶油还有润泽皮肤 护发养发 减肥和去除皱纹 美白养颜的作用 石老四愣了愣笑道 杨老师懂得还真多 山茶油确实是好东西 他没想到这位大明星 居然那么懂山茶油 因为微则对山茶油的其他功效很感兴趣 这油还能养发和护肤 言下回道 能的 山茶油护发挺好的 可以 他说了好几种 直接用野生山茶油护发的方法和效果 还能将山茶油提唇精油护肤 做唇膏也可以 石老四笑着说 我们这边的人 确实会用山茶油来养发和擦脸 他对言下问 做唇膏倒是没有做过 这个难吗 言下回道 不难 用山茶油 风辣和维生素就可以做 用山茶油手工制作的唇膏 不但滋润还安全 儿童孕妇都能用 他对石老四建议道 有几家 其实可以试试 用茶油做成精华和唇膏 放到网上去买 这种纯天然不含化学成分的东西 还是很受欢迎的 石老四苦笑 我们以前也试过 将山茶油挂在网上卖 可买的人却不多 人家都是朝着知名的那些商家去买了 不然咱们也不会低价 卖给那些收购商 言下想了想说 那你们可以用直播的方式卖 将你们怎么榨油 以及制作精油和唇膏的过程直播 观众看到你们 确实没有添加化学用品 还干净卫生 就会有人买 石老四眼睛亮了亮 你说了这个 倒是有办法 咱们要做的话 肯定会干净卫生的 言下问 做唇膏的话需要疯辣 你这边有人养疯呢 石老四点头笑道 有 我们这边好几户人家养疯 产的都是纯正的土蜂蜜 附近的几个村子 也有人养土蜂 疯辣不缺的 就是咱们不知道 要怎么提炼精油和制作成唇膏 言下道 这个我会 我可以教你的 秦岛没想到 言下还会这些 关键是 这对于他们节目来说 也有好处 带动村民发家致富 这可是正能量的东西 于是在一旁补充道 你们能借助 我们这个综艺的直播 打个广告 到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个 你们的直播间链接 有兴趣的观众们 以后可以点击 你们的直播间买东西 当然 品质方面不能作假 你没有做的话 我们检科组还得和村支书说一说 请他们进行监督 要是用他们综艺打广告 做直播带货发家致富 那肯定不能掺杂品质不好的东西 石老四有些激动 咱们都是老实人 如果能做起来 肯定不会作假 而且像是严老师说的 到时候可以让直播间里的人 随时监督我们 他听外面打工的儿子 说过农家直播带货 也有人在村里试过 但做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人 更别说买东西了 因此只有放弃这一条路子 现在有这个节目帮着打广告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更甚至都等不及 打电话给村支书 请对方过来商量 村支书一听 也是很高兴和激动的 他来村里一直都在找方法 想让村民们创收 只是这边太穷了 也没有什么特产 并不是那么好找支付出路的 山茶油算是一个特色 他们村委会也帮着签筒卖 价格却一直上不去 很快 村支书去了十老四家 言下又重复了一遍之前说的话 村支书是非常支持的 这个好 我们村委会一定会随时监督的 言下又建议到 其实不只是山茶精油和纯膏 你们村里的其他物品 也可以通过直播来销售 你们可以看一个 全村农产品直播间 村子里各家品质不错的农副产品 都可以挂在直播间里卖 比如林师傅家的桃子 脆甜果味浓 比城里很多水果店里昂贵的桃子 好吃多了 你们村里自己种大米 基本是农家肥 化肥用的少 我这两天吃着也好吃 还有村民们自己腌制的腊肉 腊肠 养的土蜂蜜 都可以挂直播间卖 你们村可以组织起来 到时候选一个或者两个人来 专门做直播 带着直播间的客户们 每天去看看卖的东西 是怎么做出来的 直播间的客户也能放心 到时候每家每户卖了什么 别专门做直播的这两人提升就行了 现在农产品也有很多直播带货的 只是才开始肯定不容易 宣传不到位 加上竞争大 很有可能做不起来 但现在不是有综艺自带的流量吗 综艺直播的流量 能为这个村转化成 现成的直播带货流量 只要把好质量观 确实都是好的农副产品 价格合适 没有什么累 生意肯定不会差 村之书显然也想到了这点 村里就是不缺农副产品 以前是难卖出去 现在要是直播能卖 那村民们日子也能好过很多 他伸手和言下几人握了握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为我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致富的办法 他是聪明人 自然知道 言下和导演是让他们借助 综艺直播的观众群体来带货 这样的机会 要是不把握好 他们就是傻子了 中午 石老四一家很热情地招待了四人 节目组这边还特意去买了维生素 和做虫膏 以及提升精油需要的用具 村之书去了村里养疯的一户人家 要了疯了 下午言下在直播里 当众交使老四一家 另外几户同样擅长榨山茶油的村民 以及观众能做唇膏 还有怎么提准养发护发和护肤的精油 在线观看直播的观众好几百万 其中有不少人就对精油和唇膏产生了兴趣 历经这年头 纯天然无污染 无添加剂的东西 大家用着确实更放心 而且言下一边制造的时候 还特意又仔细说了用法和功效 言下好厉害 居然对山茶油这么了解 还会提准精华和做唇膏 他懂的东西好多 听了他说的功效 我现在就好像买几瓶精华来养发和护肤 我也是 这个村开了直播间 我要多光顾 这几天跟着综艺看直播 我发现这个村的民风淳朴 农产品看着确实挺优质的 村支书赶快组织直播带货搞起来 我要买买买 对对 赶快将直播间开起来 宰宰他们吃过的农产品 我都想要买买买 之前看原载他们冷干饭 我就觉得这里的米好吃 也好想尝尝 现在老婆满足了我 谁是你老婆 夏夏呀 长得美身材好 就然又帅又发 做的饭好吃 会看风水面相 还会修电器和懂正德东西 以后她就是我老婆了 这么说 那以后夏夏也是我老婆了 楼上 你们男的女的 废话 当然是女的 可这不妨碍 夏夏是我老婆的事实 哎哎 那夏夏也是我老婆 我是男粉丝 我老婆就是好 做综艺的同时 还不忘了给村里提供一条支付录 但是 我老婆最棒了 她提倡发扬飞衣文化呢 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老婆越来越爱你了 其他的观众看到弹幕 一个个都惊呆了 没想到 沿下的粉丝 画风这么清奇 居然都变成老公粉了 而且只是几天的综艺 沿下的粉丝 一下暴涨了好多 导演见状 甚至热度将助理 将之前拍的沿下打拳视频 放到了网上 很快 这个视频点击量不断增长 沿下打拳好帅 还冲上热搜 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 这就是沿下曾节目热度 搞出来的另类热搜 心想 沿下打拳能有多帅 肯定是花架子作秀的 谁知道点进视频去 就被帅到了 更甚至还被专门研究拳法的协会发现 将这个视频在内部闯开 不少人因为这个视频 纷纷被引流 拿到综艺直播间看沿下 这个小姑娘 打的拳法很特别 很有大师范 小姑娘打拳的直播 什么时候放 我想看看 有不解的观众问 什么打拳 网上发了小姑娘打拳的视频 我们才来看直播的 你们自己去看 人是 下粉纷纷跑去看视频 不但美 还好帅呀 难怪那天老婆能连续救人 原来是私下这么厉害 导演不做人 我老婆打拳那么好看 居然不直播给我们看 就是 强烈要求明天早上直播我老婆打拳 我上个闹钟起来看 接着 下面全是要求看沿下打拳直播的弹幕 导演其实都有些意外 没想到沿下打拳的视频能一下火起来 看着直播间的人数不断蹭蹭蹭的往上涨 他更是笑开了话 之前因为沿下 石西眼和英雄妹 纪临丝 节目组每天的热度都保持得很高 现在新的热度又来了 很好 于是让助理发个公告 应众多观众的要求 明天节目组会提前开播 直播延下早起打拳 下粉和拳迷们都纷纷激动的点赞 村子里 延下他们下午离开石老四甲 去了制作皮影系的老人家 带着大家一起看老人制作皮影人偶 还纷纷上手跟着学了做 期间也出了不少的乐子 看着大家很欢快 另一个直播间 大家看着就比较无聊了 借银三人去帮忙打包蔬菜 努力认真打包 但这样时间一长 根本就没有什么看点 他们不怎么和村民说话 顾叶优就会主动找继灵聊戏 紧叫的同时 也故意展现他的优秀 宋一贤则完全插不上话 这个直播间 也就变成了顾叶优和继灵的天下 季粉倒是乐滋滋的看着他们老公 于粉和宋一贤的粉丝就不乐意了 很多观众更觉得无聊 纷纷跑去了另一个直播间 那边无论是交做东西 建议直播带货 还是做跟着手艺人学皮影 都要有意思很多 外加交做精油和虫膏 十老四家特意送了 沿下汤几瓶提升后的山茶精油 还有罩着做出来的虫膏 更联合另外其他村民 给沿下他们送了稻田蟹 小龙虾 晚饭 沿下就做了麻辣小龙虾 蟹和蒜蓉小龙虾 蟹 味道太香了 所以另外三人没有顾忌形象 一个个直接上手 四个人不但吃了四大盘小龙虾和蟹 一个人还吃了一碗用汤汁拌的清水面 让看直播的观众们 看得直流口水 不但是他们 另一组回来 继琳和宋一贤闻着香味 看到十夕眼几人吃得那么香 也忍不住咽口水 躺在房间里的顾叶玉 更觉得备受折磨 因为从檐下开始做 厨房里就传来了浓郁的香味 爸吃了两顿粥 本来就觉得开始饿得他 馋得不行 只可惜 他亲妹妹根本不管他 不叫他跟着尝尝 只有顾叶玉闻着这香味 整个人都觉得不好 特别是中午他请农户熬了粥 亲自送回来给哥哥 却发现 节目祖先熬了粥 哥哥已经吃了 这让他觉得 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让他最崩溃的是 打包蔬菜累了一天 回来除了闻这么香的味道 受折磨外 他还得去做饭 这简直和他之前想象中的综艺 完全不一样 这次他没有自找麻烦 去问宋一贤两人想吃什么 他很怕宋一贤 又说想吃和檐下做一样的菜 他并不会做小龙虾 平常他觉得脏 吃这玩意还上不了台面 所以从来没吃过 而且汤组的人也想吃 还凸显檐下做的多好吃一样 于是去炒了三个之前 特意学的家常菜 煮了个汤 要换成平常 看得也不错 可对比檐下炒的 色香味俱全的小龙虾和蟹 就有点平平无奇 顾叶宇也出了房间吃饭 另一组吃的有说有效无比满足 一个劲的喊着好吃过瘾 这一组则一个个沉默地端着晚家菜 气氛起不来 又给人一种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感觉 顾叶宥更是心塞死了 他之前想来综艺和沿下形成对照图 但要的却不是这样的对照啊 第二天一早 沿下六点多起来打拳 节目组的摄像师也提前来院子 开启了直播设备 下粉和特意来看打拳的人已经等着 很快镜头打开 就看到了穿着运动装 扎着马尾素颜的沿下 啊 老婆这颜值真的绝了 素颜的老婆也好美啊 老婆今天好清新 看着老婆这颜值 我下着早餐吃的好美味 直播开启 沿下像是平常一样打起拳来 他这一套拳法 是师父传给他的 之后他从快川世界回来后 又自己改动了几个地方 开始刚柔并济 最后是虎虎声威 每天打一遍不但能强身健体 还能用来和人打斗那种 下粉们是觉得老婆打拳的模样太帅了 给他们一种英姿萨爽感 一个个嗷嗷嗷的叫着甜蜜 拳法协会的人 和单纯的拳法爱好者 看到眼下打拳 觉得赏心悦目以外 更被他的拳法深深吸引 不少人也在弹幕里叫好 这个小姑娘打得拳真好 刚柔并济 又虎虎声威 融合在一起 不但不会觉得不伦不类 反而英姿萨爽 一看就是行家 他这样的水平 起码练了十年以上 这套拳法我曾经见一位大师练过 小姑娘看样子改进过 看得更好吗 我决定以后要做这个小姑娘的粉丝了 她的微博号是什么 我要去关注 让她以后多发点打拳的视频 不少人都在问眼下的微博号 下粉们就立即发了眼下的微博名字 出来给他们 现在的年轻人真开放 居然这么多人含小姑娘老婆 我孙女喜欢两个明星 一直都叫人家儿子和女儿 那以后小姑娘也是我女儿 能问问楼上多大年纪了吗 居然孙女都有了 68了 老人家争吵 还会粉女儿 那是 咱们虽然老了 但也得跟上时代的节奏不是 这么说 小姑娘以后也是我女儿了 我没有微博 我让我孙子帮我开一个 我也要粉女儿 让女儿多发点打拳视频 最好开个直播互动下就更好了 对对 你们赶快那什么微博下面留言 夏粉看到这些弹幕 都有点懵了 实在没想到 他们老婆会因为打拳 收费一批老奶奶老爷粉 接着就是无比骄傲 他们老婆就是厉害 妥妥的少亲老年粉术和鸡 眼下打完拳去梳洗 直播的镜头 就转到了早起做瑜伽的顾叶忧身上 顾叶忧昨晚无意中听到 有工作人员讨论 说眼下打拳的视频火了 还上热搜 明早节目组要特意直播眼下打拳 这让顾叶忧酸的厉害 更想骂导演天心 居然这么帮颜下圈粉 于是他也想出了一个办法 颜下打拳 他就早起练瑜伽来对比 还能抢不少镜头 他觉得一个女人打拳 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他优美的练瑜伽更吸引人 颜下消失在镜头里 直播间的观众就见一名 穿着路腰吊带背心 紧身裤的年轻女孩 顾叶忧还特意化了个淡妆 扎了个丸子头 看上去元气满满 这回他的穿着 更将好身材 展现在了直播间的观众面前 接着他面带自信微笑 开始练起瑜伽 尽量让自己的身姿和动作优美 一位老爷爷满头问号 这是谁 怎么突然换人了 这是参加综艺的另一个女明星 这小姑娘穿得不好看 我还是想看女儿打拳 小仙女这是故意的吧 颜下打拳 她就练瑜伽 说实话 她长得还行 身材也还可以 但却没有什么经验感 对对 虽然颜下穿着的是运动服 但打拳的时候却经验到我了 小仙女还有小心机呢 她化了个淡妆 颜下刚才就是蠢素颜 可感觉她就算化妆了 也没颜下漂亮啊 不是没有颜下漂亮 而是差着好远 看了颜下打拳 突然再来看小仙女练瑜伽 怎么有种说不出来怪怪感觉 对比感觉太强烈了 被颜下的英姿撒爽帅倒 现在看这么柔美的 我也觉得不习惯 不想看小仙女练瑜伽 想继续看老婆打拳 主要是瑜伽在哪里都能看 可颜下打拳 却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我关注的另外几个瑜伽主播 比小仙女身材更好 人家还有性感的马甲线呢 这么一说 突然很好奇 我老婆有马甲线吗 想看 同想看 接着下面全是跟脸打想看的 画风完全歪了 和顾叶忧的预期 更是男人北者的发展 导演看到弹幕 脸上露出个玩味的笑容 叶忧这次是 偷鸡不着十八米了 原本是想着和颜下形成对比的吧 谁知道观众都不买账 还反推了颜下一把 要是叶忧知道 怕是会被气到 颜下洗漱完 就去厨房做早餐 实习眼每天都上着闹钟 看颜下打拳 看完后 她也去洗漱 然后去厨房帮忙 这边直播间 很快又分成了两个 一个看顾叶忧练一家 另一个则在厨房 看颜下和实习眼 不过看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顾叶忧这边对比的很惨烈 只有上万人 其中除了顾叶忧自己的粉丝外 还有一些特意来支持的鱼粉 而颜下和实习眼的这个直播间 已经有百万人 原来我家颜仔也会早起 她以前都是黑白颠倒的作戏 颜仔一看 就是特意起来 看小姐姐打拳的 能让一向眼高的眼神 特意起来看拳 我老婆果然有魅力 哇 今天老婆做蟹黄包和虾脚 又是想流口水的一天 叶鼎流又是要备受折磨的一天 她家小仙女练一家之前 熬了白粥 彭琴小仙女这一组的 另外三位嘉宾 好想采访下 四人每天看到颜仔 他们吃那么开心 是什么心情 面上从容笑着 内心泪流满面 大家在弹幕上调侃 看了另外几家的粉丝 都很不识滋味 忍不住想跟着这些家伙一起 同情他们的老公和爱豆了 同时 对顾叶忧也生出更多的不满 不是说她为了上综艺 特意去学了厨艺吗 就这 眼下做好了蟹黄包和虾脚 顾叶忧也进厨房做早餐 除了熬的粥外 她得每人煎了两个鸡蛋 所以两组的人 长多时间吃早餐 实现三人 又是吃得非常满足的一天 几容蟹黄包和虾脚 全都被干完 三人还带着一种意有味境 另一组 大家没滋没味的 喝着粥吃着煎蛋 顾叶忧对顾叶忧笑着道 哥 我特意为你熬的粥 你多喝点 顾叶忧想哭了 她能说自己一点都不想喝粥了吗 她昨天喝了一天粥 现在看到粥都想吐了 她想吃蟹黄包和虾脚啊 眼下以前在家做过 比外面餐厅更好吃 但味道现在想起来 就忍不住回味 只是悠悠特意为自己熬的粥 她也不能辜负了她的好意 只能点头 好 我一会多喝一碗粥 快速的干完一碗白粥 又成了一碗 像是应付差事一样 又快速喝完 怕顾叶忧让她再来一碗 于是急忙擦擦嘴 我吃好了 顾叶忧看她接连快速喝了两碗 还以为哥哥喜欢自己熬的粥 于是自认为贴心的道 哥 你喜欢喝粥的话 我明天再给鸟 顾叶忧原本笑着的脸 瞬间僵了僵 她善善的笑了笑 不用僵就我 接着又道 明天看看季老师和孙老师想吃什么 你就做什么吧 我的肠胃已经好多了 她真喝不动粥了 季灵哪里看不出来顾叶忧的痛苦 不由得有些同情 她道 明天要不咱们吃包子或者鸡蛋饼吧 想念言下做的包子和鸡蛋饼 孙依贤没说话 她知道自己的意见不重要 顾叶忧听季灵这么说 倒是没多想 她认为自己熬的粥挺好 作为贴心的小仙女 当然要满足同组人的要求 于是她点头 好 那我明天给你们做鸡蛋饼 哈哈叶鼎刘太难了 为叶鼎刘点根辣 她妹妹真的太没眼色了 我都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喝粥了 所以叶鼎刘的演技还有待提升 小仙女来 大郎喝粥了 叶鼎刘 我可太谢谢你了 突然好同情叶鼎刘 有这么一个妹妹 她的胃压力好大 驴粉看着直播对自家哥哥老公 又忍不住心疼了 今天 严下他们没有出去农户家找活干 而是待在院子里 严下修电器和辅导村子里的孩子学习 实习三人继续教学 中午 来学习孩子的家里商量好 每家做了一个菜端过来 于是午餐 严下他们没有出门就凑了满满一桌 实习眼将菜照相发在了群里 实习眼 不用出门就收获了满满一桌子菜 真怕吃过完浪费了 郭叶鼎几人听到手机提示音 顺手点开群 四人 郭叶鼎想抱粗口 手剑了 不应该点开的 宋一贤看着照片里一桌子丰盛的菜 又看看面前的一碗面 她突然后悔了 之前不应该选这一组的 今天他们找到一个帮忙收割稻米的活 她和郭叶鼎没有下田去割水稻 只是将别人割的捆起来 抱到手推车上 可干了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就受不了了 腰疼手疼 于是越来越慢 既影帝和夜顶留下田去帮着割水稻 也就坚持了一个多小时 主人家对汤蛋的活很不满意 所以中午说的包餐 就是每人一碗清汤面 她开口建议 咱们要不要也去教村里的孩子唱歌跳舞 刚说出来就被郭叶鼎否定了 不用了吧 不然另一组不知道 还以为我们要抢学生呢 是严下提出来教村里孩子的 她才不想去捡对方玩剩下的 送一闲无语 可今天这活咱们实在是不擅长干 主人家说了 要是下午再这样 就不给我们工资了 这家农户可一点都不给他们面子 顾爷优对这点也很无语 一次下个就行了 今天的这家农户太矫正了 她想了想 要不咱们去镇上赚钱 严下他们这几天还去学了什么皮影戏 比他们就这样干活有看点 想要在直播里有突出亮眼的表现 他们就得想办法 纪玲问怎么赚 找活干 她也不想割道子了 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 现在腰酸背痛手疼 下午太阳还辣 这样在田里晒 脸非得黑一个肚 甚至脱皮 顾爷优道 咱们可以卖艺 我可以弹吉他 我可以跳舞 纪老师 你和宋老师唱歌 她之前跟着三哥学过弹吉他 今早她背着直播镜头 偷偷问了节目组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人说她练鱼家的热度并不高 差点言下打拳好多 她被气到了 更是不服气 她优美的练鱼家 怎么就比不上 言下五大三粗的打拳了 那些观众都是什么欣赏水平 也因此 现在才想出来这个提议 主要是想让观众能看到 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听到顾爷优的这个建议 另外三人都没有反对 实在是不想再干苦力活了 而且割道子和捆道子 也没什么看点 卖艺应该会好不少 于是他们找导演 说了自己的想法 秦岛不但没有反对 还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车 送上去镇上 这四人的直播间 确实需要改变下 才有看点 在四人去镇子的路上 沿下四人去了 那位做皮影老人的家 老人已经将需要 演出的皮影人偶做好 现在需要四人排练 她开口道 我教你们怎么动皮影来演 然后你们配音自己拿着的角色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得解决 否则演出就有曲线 苏锦问什么问题 老人道 配乐问题 以前我们演皮影戏 我儿子是专门配乐的 他叹了口气 可他不在了 我孙子也不擅长那些乐器 所以可能需要你们的节目组 请人来配乐 秦岛这会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坐着 他问 老人家 需要用什么乐器配乐 老人带着他们去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只得指一个柜子里放着的乐器 这些 秦岛和大家看过去 发现有锣鼓 板 二胡 阳琴 旋子和索娜 老人道 我可以用板和旋子 其他的几样 我不擅长 秦岛有些为难的说 那就需要擅长锣鼓 二胡 阳琴和索娜的人 要从外面请 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后天可就要表演了 要请好几个擅长这样乐器的人 从外地赶来 很可能时间不够 这时 阳下举了举手 要给我试试 在场的人琴琴 看向阳下 全都带着满眼惊讶 这个他也会 阳下见大家都琴琴惊讶 看向自己 他哭笑不得的道 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 实习眼错过来 这些乐器你都会 阳下点头 嗯 我都学过 以前跟着师傅学过二胡 后来穿越到那些小世界 乐器他几乎都学过 这里的几样 他确实全都会 而且还比较熟 实习眼看向阳下的眼睛里 全是光 厉害了 我们下下 阳下轻笑道 多谢夸奖 老人先是惊讶了下 接着笑容满面的 对阳下招招手 姑娘过来 我给你谱 你用这几个乐器试试 阳下点头 好啊 老人从柜子里拿出几本乐谱 翻开其中一本 指了指一页 你用二胡拉下这个乐谱 阳下先是仔细的扫了一遍谱 然后坐下 结果老人逼来的二胡开始拉 很快 一首轻快的二胡曲 被他拉了出来 老人满意的笑道 你的二胡的水平很高 接着又让阳下试了锣鼓 阳琴和唢呐 阳下自信从容 按照老人 别的普拳都试了一遍 结束后 老人脸上满意的笑容更甚 很好 你来配乐 完全能胜任 不用再找人了 阳下笑道 好 那我就来配乐 琴导倾笑 阳老师为我们节目组省事了 因为微和苏锦对阳下 也忍不住佩服不已 他们虽然不会这些乐器 但奏得怎么样 他们还是能听出来的 一微微好奇地问 下下 除了这些乐器外 你是不是还会其他的乐器 阳下回道 还会一些 一微微又道 比如 举例子说说 阳下道 鼓琴 琵琶 笛子 肖 熏 钢琴 小提琴 吉他 萨克斯 贝斯等也都会点 在场的人 他们突然想问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这也太厉害了 实现毛子里竟是笑意 你还会弹吉他 你会回去 咱们和弹一首 阳下汗手 好啊 一微微指着架子上的一把琵琶 下下 我想听琵琶 你能不能 现在给我们弹一曲 阳下也很喜欢琵琶 在一个古代小世界 学过并练了很久 可以啊 他问了问老人 能不能用琵琶 老人不但没有反对 还亲手将琵琶取下来递递他 我也想听听你弹琵琶曲 这个小姑娘 真是越看越让人喜欢 阳下会这么多乐器 吹牛的吧 我觉得 节目组肯定有剧本 阳下是照着剧本演出来的 否则怎么可能会这么多 他刚才用乐器奏出来的曲子 肯定是私下早就练好的 节目组太假了 这明显是提前排练好给我们看的 节目组居然还敢打着真实的口号 我要去举报 节目组是不是对阳下太偏心了 什么都让他来眼 听说阳下之前就过琴岛的老婆 所以才能拿到综艺名额的 你们细细品一品 这种关系会没有猫腻 无语了 这是导演要故意捧阳下 为他设计剧本演给大家看 但我们是傻子骗呢 弹幕上突然冒出来好多吐槽和质疑的评论 最开始带节奏的 是顾叶俊让人买个水军 他之前为顾叶修安排的兄弟情深 小仙女人设 以及和阳下的对照图 全都没有实现 更甚至在阳下的对比下 还都失败了 顾叶修也被衬托的 不但没有预期的红 口碑反而还直线下滑 他一口气憋在心里 容忍不了自己的计划失败 所以就买了水军 用节目组要捧阳下有剧本来黑 这样不但能打压阳下 也能为顾叶修洗一洗 就说节目组故意捧阳下 打压顾叶修胸内 雨粉和忌肯健壮 立即跟风一起骂和质疑 下粉出来辩驳 却不及水军和另外三家粉丝的总数量 于是评论很快就淹没了 看到突然出现的这些弹幕 表演很清楚 这是有人请水军黑阳下和节目组 他皱了皱眉头 要是让人这么带节奏下去 可不好 要是他们真有剧本 他都认了 可他们根本没剧本 怎么能让人这么泼糟水呢 正在这时 阳下抱着琵琶问 你们想听什么曲子 这话让在场的人弄了弄 他们平常很少听琵琶曲 所以一下不知道要听什么 因为微道 要不你自己挑一手弹 请导抬头 看阳下自信满满的让大家点曲 说明他会的琵琶曲很多 他又扫了扫还在带节奏的弹幕 心思一转 看了阳下问 要不我们问问直播间的观众们 想听什么 这样的互动能将气氛炒起来 而且还能显示出阳下精通琵琶 更重要的是 让观众来点曲 也能洗白这些弹幕质疑 因为让观众们点 就是随机的 不可能提前谈也好 言下笑道 好啊 那就让观众来点曲吧 只要我会的 我就弹 哦 我老婆怎么能这么厉害 天 我老婆就会这么多乐器 老婆好宠我们 听到没有 我们想听什么 他就弹什么 刚才那些人说老婆拿了剧本 会这么多乐器是演的 只会弹节目组安排的 那就你们来点一曲 对 要是老婆能弹出来 就代表节目组根本没有什么剧本 我相信老婆会那么多乐器 弹幕上这些人 明显是带节奏的黑喷 还有可能是某些人 请来黑我老婆的水军 导演看着现在的弹幕 露出个满意的笑容 他这一招果然有用 当然 前提是 言下确实争气 能弹出点的曲子 不过他相信他 于是开口道 我看了弹幕 我敢保证 我们节目组绝对没有剧本 更敢保证 我们没有让言下任何体现台练 所以 刚才不断质疑言下和节目组的人 现在来点曲吧 只要言下会弹的 带节奏黑言下 这就过分了 言下并不意外 自己会被黑 也能猜到是谁做的 十有八九是狗渣啊 对方掌控率很强 容不得有什么 拖替他掌控和安排的事 可显然 他来综艺的表现 让他不满意了 要是拥有剧本 提前练习来黑 确实会让观众怀疑 于是他微微笑道 没想到居然有人怀疑 我是照着剧本演的 我敢保证自己没有 也请你们别因为黑我 而抹黑节目组 我有自信你们点的曲子 我都会弹 现在就请刚才在弹幕上 黑我质疑我的人 连曲吧 他带着一种霸气的口吻诱导 随你们点 就是那么自信 未完待续 书名家里户口本死绝了 宝子们可以自行观看 翻飞啊 点赞破200可以有后续哦 素素感谢家人们支持